最近我们看到两件大事嘛 一个就是耶伦访华 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戴琪同时也是去到了欧洲 我看到就有分析就在说 说戴琪这一次在欧洲说的话 其实才是实话 就是说呢自己感觉对抗中国有一点点吃力了 所以想要拉着欧洲一起呢 来对抗中国在芯片方面的一个市场占有率 而同时呢我们就连着耶伦的这个啊 大家最近也看到 其实耶伦这一次访华 除了说他会用筷子啊 在北京吃川菜呀 说他有多么亲这个亲民的一个形象之外 提到最多的就是四个字 这四个字呢就是产能过剩 他一直啊无论是去见何利峰 还是后来见到李强 都有提到产能过剩这四个字 所以我很想请教一下教授 您怎么来评价耶伦 关于中国产能过剩会危害全球 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针对于产能过剩呢 很早就开始了解 因为耶伦在来中国之前 他就说了这件事情 他用了英文字叫overproduction 请你了解 这个overproduction呢 是生产过剩 就是说生产非常多 那么对于中国来讲呢 就是说耶伦呢 为什么没有说这个 就是说我讲英文呢 为什么没有说state subcutories 一定要说overproduction 因为他怀疑是这个 他怀疑这个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决定 他讲了三样东西 他讲了光伏 讲了锂电池 讲到新能源车 我们就现在随便拿比亚迪做例好了 我们就讲王传福这个人 或者说是我们讲华为小米的车 新能源车 那我们要强调一个重点 就是说政府有补贴他们 我觉得政策上有补贴的话 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这个原来新能源车 就是属于环保策略 对啊 否则的话 那你原来环保策 环保政策 就西方国家就说 我们国家要靠力量 那绿港很多人在德国 对不对 那个 这个叫什么 德国的外交部长都是绿党上台的 那就是政府本身来讲支持这个政策 就我在那边生活的最流行这个人 那现在的话竞争不过了 那你要强调 叶伦他拿不出证券 因为美国的调查很厉害啊 美国调查比如说王传福的话 如果没有这么补贴 你应该赔钱的 你现在赚钱了 那不对 那这个字你可以政府调 补贴 但是比亚迪的车子当中 我跟你讲啊 叶伦讲这个问题 他有两个重点 他没有说出来 第一个重点的话呢 是坦白讲啊 其实讲起来 我觉得中国可以好好自搞 叶伦讲的这句话 就是说你如果薪资太低啊 大家的这个整个这个生产当中的话 你感觉不出来 我的天啊 那个中国的工人的勤奋的程度 是美国的三倍 他的收入是他的三十分之一啊 那开什么玩笑啊 对不对 你比如看在街头上 你在城堂送外卖的 你去吃一碗操守 那个热腾腾的那个操守 那边给你搞的一点都不能缺少 那种工作精神 天不亮就起来在那边卖早餐 这种精神在美国哪有啊 对不对 然后呢第二点呢 重点的是我们有一个工作的伦理 叫做work ethics 我觉得呢 那个对于中国来讲呢 可能是因为我们刚发展不久 我觉得 我觉得叶伦这种伟大的经济学家 他完全没有注意哲学的深度 你要了解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中国的劳工啊 本身来讲啊 不管你学历多高 为了吃饭 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伦理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我相信小小跟我的非常了解 那美国的话 前阵子三大汽车工厂工人 闹得不得了 最后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特朗普跟川普两个人加码 加码就是你知道 最后弄到一个钟头四十美元 一个钟头四十美元 我算人家乘以七 吃些三百块人民币 一个钟头 一天干十个钟头 三千块 一个月的事情 那一天都干完了 那得了啊 那得了 你这个功能怎么比啊 这个不是overproduction 就是你功能只要有饭吃 我们就生产了 那就是我们现在的麻烦 是要想去办法出口啊 你美国不买 我们想办法到别的地方出口 叶伦要问了这个问题啊 对别的国家有什么影响 就是你任何事情 被中国干成白菜价的原因的话 就是因为你得多买 你不买 中国人的生活不改善 中国人的收入不增加 中国人永远是维持 这么强大的生产力 那这个无法解决啊 我的助理跟我讲说 叶伦到中国来 对啊 是这样子啊 我觉得教授刚才提到的这点 是我很少在其他的节目当中 会听得到 大家比较常分析的 就是说 其实中国没有产能过剩啊 说中国的这个电动车 在国内的销售 其实是远远多余 在国际上面的销售啊 或者是也有评论 就认为觉得说是这个没有产能过剩 是因为说到就说是中国的价格便宜 那质量又好 那你不能够阻止大家去买 但刚才教授说的这个中国的劳动力的这件事情 的确是打开了一个新的画面 大家可以去分析分析啊 这件事情 我跟你讲啊 我之所以很多人觉得 你怎么又到成都就喜欢成都啊 又好又便宜 美酒美三美景美人 然后呢不花啥钱 我来这边的话呢根本 我都觉得一千块人民好好用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生活简单啊对不对 我也不买这东西啊 我喜欢吃花生米 我都天了 我昨天我昨天10块钱买了一大包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再带回台湾去吃花生去 这边东西的话呢 因为它东西好又便宜 又是天府之国 它为什么这么便宜 因为普遍的收入都不行 所以说它必须要努力 来维持这个比较好的生活 大家心里都有种想法 你在成都有最高级的消费 什么IFS啊 存息录啊 又是什么 啊不得太古里 什么一大堆东西的话呢 你要想要达到这个消费水 你东西要能够卖出去 唯一的方法就是出口赚外汇啊 那你现在中国的生活不改善 你讲这东西没有用啊 那你现在 你要你要解决这种 overproduction的问题的话呢 你就是美国尽量让中国生产的话呢 让老百姓的生活变好了 普通的东西它生产 它劳工变贵了以后 整个的发展的方向 才进入了世界循环轨道 为什么 因为它的量体太大了 嗯 我跟你讲四川加重庆 有一亿多人啊 你知道吗 而且都非常优秀啊 那么你开什么玩笑 对不对 你在这边叫做 你本身 你要让中国回到这个世界竞争的行列当中 它要消化它自己储存的能量 像现在这种情况 中国真 除了赚取外汇以外 拿不出别的办法 来改进自己老百姓的生活 这不现在明白眼前的事情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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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